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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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來這兒了 來接你之前我就已經計劃好了 來接你之前我就已經計劃好了 晓芹的户口 一直在我们这儿没欠出去 这次你就一起办了吧 我和您二老表个态 这一趟去 我一定努力争取 如果还有机会 下半辈子我和晓芹 一定努力活在一个户口里 加油 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 人在呢 您怎么每回都给我们增加成本啊 每回 这儿经常来啊 也没来过几回 我们俩今天是来复婚的 您能不能高抬贵手 我们这就走 复婚 那是要恭喜一下啊 来 恭喜 恭喜是恭喜 违章是违章 以后啊长点迹象 有点出息啊 这儿不要再来 来 拿着 行 就冲您这份别致的祝福 我们再也不来了 好 那再见 您放心 再也不嫁了 Champ 喂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老婆知道的话 会原谅你吗 你到底想干吗 只要你还肯见我 我不会影响你的家庭 你真不用这样 我跟咱妈保证了 下半辈子要跟你 活在一个户口边里 你别笑 真的 你之前说 过着过着我就把日子 过成了一座孤岛 我想这次趁着弄户口 要不然我把名字改了吧 我把那个山字旁去掉 改成与你在一起的人 原谅 我想你是我最好的另一半 世界如何运转 你是唯一答案 体会我的快乐 安慰我的不安 将每一个大困难 都保证了小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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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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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徐总 你怎么才来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刚突然没灵感了 这不手机关了 找了个有灵感的地去想设计稿 刚开机才看见 又赶紧赶回来了 那什么 包装纸的事顾佳带着我们 已经解决了 那就好 辛苦了 辛苦了 全是她的功劳 佳姐 进 您找我 颜长长的酒店订好了吧 订好了 你 你是悠悠 颜长长 你好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就是那个 一直跟您联系的悠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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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大姐 你送颜长长先回去休息吧 好 好 颜长长 您跟我来 好 那 走了啊 来 不是 老爷 那个 来 来 来 喂 顾佳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嗯 处理完了 你老公联系上了吗 我们俩在一起呢 刚回家 好 没事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拜拜 老婆 吃饭了 来了 真香啊 老婆 陆姐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样啊 她问我想没想好 要是真想好了 就能调我回去做记者了 我首先问你的意见 你要是从编辑做回记者 是不是就得给你以前同级的同事 跑速才出现场 那你心里会不会不舒服呀 这些都是虚的 我心里根本就不在意 那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虽然嘴上说心里不在意 但是我在乎你的感受 你妈的感受 所以我说 先参考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妈哪分得出来什么编辑记者 都是干什么的呀 只要你还在电视台 就够她吹牛的了 我呢 是有点在意 是 这要是回去做了记者 工资肯定没原来高了 奖金也差了点 我在意的是 你回去做记者 你要经常出差 我就见不到你人了 那我要是出差 你就只能先回你爸妈那儿了呗 你想让我回啊 我听你的 我留在家里 行 好 华山 我有个事想问你一下 爸的事吧 是悠悠的事 悠悠 她怎么了 你是带悠悠去过湖南的工厂吗 老颜给你说的吧 她考错了 我上次带那个悠悠去工厂的 是一个客户 不是咱们公司那个悠悠 是 你的意思是她订的蓝色烟花 是正好我们销毁烟花的时候 她看到了 她也说特别喜欢这些烟花 订了一年的 我觉得不挺好的吗 你又怀疑我什么 你别跟我急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 我只想要你一个答案 今后也不会再问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答案 是谁 让你下决心生产的蓝色烟花 是我自己 没有人影响我 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你们商量 我想了好几天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事呀 你们先看看这个啊 你看看 这干吗呢 你哪儿来的照片啊 我亲眼看见的我拍的呀 你拍的 这是哪天啊 上周五啊 什么周五 上周五不就是顾佳说公司有事 然后找不到喜欢上那天吗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呢 他们俩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所以我就不确定你说这事要不要跟顾佳说 怎么说 说呀 现在就说给她打电话 你先不要这么冲动呀 万妮有孤立是对的啊 可能就是这个女的一厢情愿 本来已经解决了 你这一说事反而大了 那万妮真有事呢 真要有事也不能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 你们想想啊 先别管人家两口子 最后这个事情会怎么解决 你真要是说了 你们三个人还能像以前那样吗 那怎么不能啊 那我们就当没看见啊 对 你们说了可能你们觉得没关系 顾佳呢 她才看到你们她什么感受啊 那怎么办呀 真的已经愁了好多天了 要么就直接去问许幻山 不行 那不把顾佳搁外面了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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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如果闺蜜的老公一次出轨 我该不该告诉她 老许出事了 你也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呀 那你干吗这么问我 你一共就俩闺蜜 一个单身一个顾佳 还能是谁啊 我又烦死了 不 不过现在只是一次啊 我还没确定呢 可是我真的是忍不了 我现在就去给伯伯打电话 老婆 老婆 你听我的 干吗啊 你这电话绝不能打 打了一定出事 这 这怎么出事啊 你先坐我坐 你看啊 你刚才也说是疑似 这事是不是真的 咱还不知道呢 退一万步讲 就说这事是真的 这也是人家两口子之间 最隐私 最迈不过去的坎 咱现在不能确定 顾佳知不知情 就算是顾佳知情 装作不知情 你打这密电话 一切就都招人若接了 你让顾佳怎么办 他怎么处理 他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你能担得起 拆散你闺蜜婚姻的责任吗 你说你帮基打这密电话 俩人因为这事离了婚 你还怎么面对他们 就算是两个人 一起携起手来 把这些坎卖过去了 以后你们再见面 干不敢干 可是真闺蜜不可能 像你说的这样 正是因为是真闺蜜 所以你才不能冒这个险呢 怎么这样啊 这女的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听我的 你要是还是过不去 就先去顾佳那儿看看 看看她是什么情况再说 行 打扰了 不过我们很快就好 不打扰 你们待会儿安的时候 注意安全啊 那我先去了 嗯 没什么问题了 你签个字吧 好 好 谢谢 这个给你 这个牌子创造天罪好了 防水 牢固 透气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 这上面黄色的火车头图案 那我们先走了 徐太太 你是新来的吧 我叫林悠悠 今天第一天上班 你是悠悠 我就是那个 一直跟您联系的悠悠 好 我刚才整理快递柜 然后发现还有您家 在揍快递 就给您送上来 表林 嗯 这物业怎么进咱家了 我觉得不挺好的吗 你又怀疑我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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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啊 本来想在天空宫 做两个欧 结果呢 失败了 晓芹爷 我想一会儿 还是我先跟顾佳叔叔 看看她的反应 好 谢谢 我希望你们还有三家呢 我就先下班了 你看看那个女孩 你看看 好嘞 这儿是吧 我 是她吗 先找顾佳 走 这门怎么开着的 先去看看 姑姑 姑姑 刚才谁来了 姑姑 刚才谁来了 顾佳 我和晓芹 想跟你说个事 我来说吧 我知道 大概发生什么了 有没有事 我得自己搞清楚 我等会儿 我等会儿 你这种事 我来的 你会儿 我来的 我来的 我们要不要跟上去啊 我们先等等看吧 顾佳 我去 你们走 我要抽死他 顾佳 走啊 顾佳 你怎么了 我去了 就到这儿吧 为什么呀 我们在这儿陪着你呢 你不用怕 我没法面对 门打开他们两个人 站在一起的样子 送我回家吧 我去那边 陈姐 收子职业的东西 陈姐 今天很小心住 你收假两天 好的 我帮你 妈妈 为什么要 子言 乖啊 干爹干妈想你了 今天去我们家住 好吧 乖啊 不要 我就想要妈妈 我就想要妈妈 我又想要妈妈 我就想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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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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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啊 听话 听话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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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儿啊 你没事吧 顾佳 你先把车借我 回去送她们 你别担心 有任何事 我们随时过来啊 你非要我过来 还要说什么 你不要找我谈嘛 别吃 别谈吧 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行 你能说服我 大家就分手 悠悠 咱们能别这样吗 你尝尝这个 就做好吃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你都可以冲我来 还是 你想要别的补偿 你说钱吗 你觉得我是要你钱吗 我 我不知道还以什么方式来补偿你 有 你离婚 不可能 有 我要回家了 好 老婆 怎么了 这么着急 你从哪儿回来的 我从公司回来的呀 我都亲眼看见了 他住那儿 你怎么上的楼 我错了 婆婆 你相信我 我 是 我是去跟他说分手的 我是去跟他说分手的 我还买了机票 让他回北京 北京 人是从北京带过来的 就是北京游乐园的那个巷 从 从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他来上海 是你给租的房 对啊 楼下物业的工作 也是你帮忙安排的 你相信我 我真没想到他会到楼下的物业 不是我安排的 真没有 我没有 你们俩真行啊 偷情都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 就在咱们家楼下 你 你有没有想过儿子 有没有想过我 有没有想过这个家 他 我问你 第一次是怎么开始的 你是喝酒了吗 我 你 连酒后乱信的借口都不愿意让 你就是对着他动了真干净了 是吗 是呀 是呀 你 你 天真 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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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活得像个杀狗 老婆 你别问我 让我觉得很恶心 前阵子你总问我 为什么失眠 拉肚子 掉头发 其实我心里特别害怕 我害怕这件事情 你早晚会知道 收到你微信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预感 你知道了 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该怎么圆 进门我看到你坐在这儿 说出来你都不太相信 我如释重负 我终于不用再骗你了 我也真的骗不下去了 你看对面那栋楼里 那一家三口 正在吃晚餐呢 以前他们估计也能看见我们家 我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办法 我想等你发现钱 受伤钱 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我是一时冲动 我很后悔 很内疚 我跟他说了分手 他不同意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要我怎么办 让我去帮你解决他 还是像以前那样 你每次遇到什么坎 都让我去帮你解决 我错了 老婆 那一刻我不知道我失去什么 可是每一天 可是每一天 我内心愧疚得要死 每当我回到家 看到你 看到儿子 别跟我记儿子 给我陪你 你不配 你不配 老婆 你原谅我这一次 老婆 你帮我 我想跟他断干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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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跟我说什么 我都不想听 我 我一句都不信 一句都不信 你很可疯 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 我 你不信 我去吧 爸 子言已经送到小婷那儿了 怕你有事 我就说在这儿等会儿 今天晚上就先住我那儿了 听过的错过 不难道 就算没来过 都怪我 追着每个时刻 不小心把自己 误弄的爱 太快乐 就是个时好 是我忘了问 你要什么才自顾自哀着 我也忘了我 不过我再去哪儿 你放心喝 喝到能睡着就是 我不喝 我在这儿陪着你 万一难受了 我就开车送你去医院 我 你想做什么都没有问题 我 为什么才自顾自哀着 我也忘了我 应该快乐 不管别的人 我快乐 你不要我 我要你 我 我就 自己 自己 要我 在那里还有我 自不自爱着 我也忘了我 应该坏了 不管别的人 离开了 难过的腿 记得都即将 别人一直随着 离开了 宝贝 今天妈妈还有事要处理 你再在干妈家多住两天好不好呀 妈 我爸爸呢 爸爸也有事 我爸爸妈妈是不是吵架了 你怎么这么想呀 我们帮可儿说 他都帮我妈妈整吵架 爸爸送到老家都不要那口条了 子言 昨天谁说要去海洋馆来着 我啊 那咱们现在乖乖地把饭吃好喽 然后我带你去海洋馆好不好 好啊 来 张大嘴 真乖 等我们到海洋馆之后 给妈妈买个礼物好不好呀 好 我妈妈这位学生一起了 那我想再妈买一个 嗯 嗯 醒啦 来 喝点粥 昨天你一天都没吃东西呢 睡得好吗 哦 对了 这个呢 是解酒药 你吃两片 管用 晚上可以醉 白天还是得清醒的 好 你要是想须子言的话 晓晴说 可以随时把它送过来 我手头有个鸡蛋 一会儿还得去公司 我争取上午处理完 回来陪你吃个午饭 没事 你不用管我的 我让晓晴 你多帮我看两天子言 嗯 你该忙就忙你的 我待会儿喝完之后 就回家了 这事拖不得 也逃避不了 顾佳 你确定 现在的正台可以吗 这事情得解决啊 这事情得解决啊 回来了 我们离婚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能离婚 我不会让你净身出户的 你是子言的爸爸 你将来过得不好 我跟儿子也都会担心 儿子的抚养权可能归我 燕花公司归你 茶厂是我的 这套房子卖了以后作为分割 至于你父母那边 你自己去跟他们解释 你别说这样的话 我不能没有你和儿子 看在儿子的份上 再原谅我一次 这事没法原谅 你出轨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儿子啊 你要不要做这么决 放手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 从恋爱到结婚到创业 我们两个之间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决定 每一步不都是你做的决定吗 那我是什么 你的附属品万年配角 你为什么总拿余光看着我 高高在上 这些年 别说你仰视我了 我不敢失望 我连个平视都没有 我只想当个好设计师 是你说的必须要出来 替自己打工 我就从最好的团队退出来 当着这个许总 这些年日子过得是好了 你心里的蓝色烟花 是这座楼的顶层 我只想做最美的烟花 难道我没有妥协 我没有牺牲吗 为了你和儿童 我说服我自己心甘情愿了吧 你说服你自己 就是你出轨的理由了吗 我没有给自己找理由 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就说几句 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 好啊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听着 开这个公司 我心里真的不清楚吗 每次财务找你 又有找你谈公司的发展 是不是你签完字我才签字 就算你不在 谁管着谁 我心里清楚我不傻 大到公司发展 孩子的教育 小到我晚上要不要吃晚饭 我穿什么袜子 不都是你做决定吗 我在你面前像不像个男人 我不是 许子言是你的小儿子 我是你的大儿子 对不对 这些话我憋心里憋很久了 所幸我今天全部说出来 你终于说实话了 原来你一直这么看着我 是我们之间出现了 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吗 出轨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 即使没有林悠悠 我们俩也过不下去了 是吗 我还一直活在 美好婚姻的幻想当中呢 那这样正好 那我们离婚吧 那我们离婚吧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都算是一种解脱 你走吧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不想在这个家再看见你 没想到我 你快点火了 我都在这儿子 不想在这儿子 你不想去哪儿子 很快 我都想去哪儿子 就去哪儿子 哪儿子 这儿子 你不想去哪儿子 你不想去哪儿子 对不起 我不会离婚的 我不会让我儿子 在没有爸爸的单亲家庭里长大 你懂吗 我不可能选择你 我不会选择 我不会 你别走 许幻山 你干吗呀 你不能走 许幻山 许幻山 你看 许幻山 你混蛋 要不要先冷静冷静 我听人说公司的账你没有要回来 自己的钱反倒搭了进去 是这样吗 您那么关心我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公司那么重要的岗位 我当然得清楚会不会安排错人 整个销售部的人都知道 应收是最底层的职位 最底层的职位重要在哪儿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就是从这个职位上干起来的 所有人都认为销售出传奇 是最容易白手起家的工作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 应收比销售更锻炼人的 应收是个什么工作 牛鬼蛇身你都得去见面 人性恶的坏的 都会被你碰上 你想想 跟这样的人 打过一圈交道之后 那职场里什么事情你应付不来呢 好吧 我就再多跟你说上两句 应收这工作是需要你全面了解 销售流程和漏洞 了解产品生产的状况 库存 渠道 也就是说前端后端的所有相关部门 你都要去了解 物性高的人呢 可以在这个岗位上掌握整个公司的运转体系 你说 还有哪个职位比这更锻炼人的呢 我原来以为 您只是想看我做不下去 你当初跟我说 你想回M店做店长 我也认为你有这个潜力 但目前你的能力远远达不到 达不到 达不到 那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你该悟到什么 学到什么 这才是你要解决的事情 我会试试看的 希望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希望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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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说你今天接我 是真的 你这两天乖不乖啊 不会 对了 我 我这海洋包 今天买了一个 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呀 好 三 二 你知道妈妈喜欢企鹅对不对 你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悠悠姐姐送给我的 悠悠姐姐 她来幼儿园找你了 我挺喜欢那个姐姐的 她想不是和好了 但是她说爸爸会有自己的家 应该是什么意思 走 三米老师 子杨妈妈 你们还没走啊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说 我们家最近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不希望除了我之外的陌生人 接近我儿子 这也是你们幼儿园应该做到的安全准则吧 我们都有严格做到的 这点您可以放心 她说今天有个女人来给她送两本书 今天 有一位特别年轻的女士吧 她说是过来带孩子看幼儿园的 说和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也认识子言 子言就跟她说了几句话 您放心 我们不会随便让人接接孩子的 我想再特别强调一下 以后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知道了 谢谢 子言 跟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快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搞这些小动作 我懒得搭理你 不就是出个鬼吗 有能耐的女人只会解决不忠的男人 没能耐的才来找小三 我今天来找你 是因为你动我儿子了 你碰到我的底线了 看来你底线不是许怀珊呢 我爱许怀珊 我可以等他 等你不要他了 我会接着他 他看不清你这些手段 我看得清楚 你给我儿子看这些是什么意思 想告诉他爸爸妈妈会离婚吗 我告诉你 我儿子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 或者他自闭了 你是低估了一个母亲 能做到什么份上 你知道许怀珊是怎么求着不离开家的吗 你别想了 我知道 他说了 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 要是没孩子 你试试 你听好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要再感动我儿子一下 你试试 这间房我已经解约了 房东三天后来收房 如果你还想给自己留点尊严的话 我劝你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我这可以回家了吗 叫你回来是说三件事 第一 这事没法原谅 我也不会原谅你 第二 这件事必须马上解决 他可以破坏我的婚姻 但不能伤害我儿子 他赶到楼下当前台 去幼儿园找我儿子 我们家住在哪儿 儿子在哪儿上学他都知道 我就不会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小三 我要让他离开这座城市 我不是为你解决 我是为我儿子 第三 解决完这件事 我们俩就去办离婚 琴